女人在深夜回家的路上,意外撞死一个搭便车的路人,她因为心虚选择了肇事逃逸,可就在她继续往前开的时候,却总感觉有人跟在身后,停车回头一看,却被吓个半死。 今天为大家带来故事,搭便车。 安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富婆,虽然早已结婚,却还是经常背着丈夫在外面鬼混。 这晚,在和一个小白脸快活之后,她独自开车回家。路上,安妮正在焦急地想着一会儿该用什么借口来应付丈夫,可是越想越心烦,很显然她的那些借口听起来都太憋脚了。 安妮心烦意乱地拿出一支烟,可是不小心烟灰掉在了裙子上,她着急地去扑面。 就是这一分钟,车子在山道上打了一个滑,差一点就去见上帝了。 安妮反应过来,赶紧双手掌控方向盘,可就在这时,车前突然出现一个想搭便车的黄衣男。 她来不及刹车,狠狠地朝着男人撞去。 等车终于停住时,男人已经没了动静,身体扭曲地倒在了地上。 安妮知道自己闯了大祸,她不敢面对这一切,更不知道该如何向丈夫交代。 就在她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,道路后方出现了一束车灯。 安妮想也没想,立即心虚地关掉车灯,将车开离了事故现场。 逃跑路上,安妮心乱如马,她知道肇事逃逸很不对,但她不想因此毁了自己的一生。 于是自我安慰到,那只是一场意外,自己并不是故意的,并决定等处理一切之后就去自首。 可是,开着开着,她就觉得不对。 她总觉得后面有人在跟着自己。 她停下车,往后看去,发现有一个人跟在车后,顶静一看,竟然是刚才被她撞死的黄一南。 她浑身沾满鲜血,不停地朝安妮走来。 安妮吓了一跳,再次回头,黄一南却不见了。 她觉得应该是自己太心虚,看花了眼,就在她说服自己准备再次上路时。 黄一南却从车窗冒了出来,并且请求她搭载自己。 安妮吓坏了,立即踩动油门,转到了路的另一边。 等她停下来再看的时候,路边一个影子也看不到,看来自己真的出现幻觉。 正这么想着,从天窗伸下来一只手,紧紧地抓住她。 黄一南的嘴里不停地念叨着,请送我一程,请送我一程。 安妮急忙按下关闭天窗的开关,疯狂地踩着油门,想把黄一南甩下车。 可男人十分顽强,一直趴在车顶不肯下去。 为了给黄一南一点苦头吃,安妮把车开进了灌木丛。 男人被植物刮得生疼,很快被一根树枝撞到了地上,终于甩掉了黄一南。 可此时,安妮的车也快要报废了。 就在她以为解脱的时候,树林又传来动静。 她赶紧从车里摸出一把枪防身,很快黄一南再次出现。 安妮一枪打中她的胸口,黄一南倒在车上。 但很快,黄一南再次爬起来,安妮朝黄一南猛开几枪,将男人推下车。 随后启动车子,狠狠地撞向男人,将男人撵得血肉模糊,再也无法动弹。 之后,安妮开着车继续往家走。 就在她以为自己已经安全的时候,黄一南竟然再次爬上了她的车盖。 安妮快疯了。 黄一南阴魂不散地缠着她,让安妮濒临了崩溃的边缘。 她开始发狂,直接顶着黄一南撞向一棵大树,发泄般地一次又一次撞击,直到男人再也无法动弹。 安妮在疯狂中晕了过去。 等她再次醒来,根本就没有男人的踪影。 难道说自己刚才只是做了一个梦吗? 安妮缓缓开着车继续回家。 这一下,她终于找到了解释的理由。 可以跟丈夫说自己在路上发生了车祸。 终于,她开着残破的车回到了家。 奇怪的是,丈夫居然还没有回来。 就在安妮叹气的时候,突然车下出现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。 是被她撞得不成人样的黄一南。 黄一南扑进车里,一口咬中了安妮。 安妮在绝望中放声大叫。 不久后,丈夫终于回来了。 原来丈夫之所以回家这么晚,是因为她在路上发现了黄一南的尸体。 还打电话,报了警。 因为处理这起交通事故,这才回来晚了。 可当她回到家一看,车库竟然冒出熊熊的烟雾。 而安妮睁着眼睛坐在车里。 此时的她已经没了呼吸。 故事结束。 搭便车出自电影《鬼作秀》。 二,讲述一个肇事司机因为逃逸,被死者的鬼魂报复的故事。 死者只是在路边搭车,却遭到飞来横祸。 因为回家的愿望太过强烈,一遍又一遍地想要安妮搭载自己。 可是安妮因为心虚,一次又一次地将男人杀死。 最终导致自己自觉坟墓,可谓是白天不做亏心事,半夜不怕鬼敲门呀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再见。